天啊 早安,早 崎先生,早 早 好 大家好 哈啰 Mr. Cole 你好 你好 漫天你过 我给你拍照的 等会送给你 不用紧啊 你有去我们的那个 学习的地方 就可以交给我们 没有 只是手机的 手机的相片 对啊 对啊 到处可以转给我 我们见了面就可以转给我 我刚才才有去 哦 这样啊 可以转给他们啊 可以转给他们 可以 我才转给他们 我转到那个拉丁马斯那边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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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啊 等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 看一下 多的 那个 OK 好了 来我们可以开始啦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好久没有见到你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个 今天我想跟大家 交一个 一个应用程序 那个应用程序是相当有用的 OK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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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那同样的我先用那个华语 然后跟大家讲解 再用英语 这样会 这是我的方式啦 我先用这个面语 好 我會开始用 Mandarin 接着 可以 其内容 可以 所以 现在已经악了 手段 我先拍到 一张 是 可以 在 好,大家可以看到DOWN嗎? 看到 看到了,看到我的畫面,我的桌面 今天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匯率和貨幣轉換的一個應用程序 就是大家現在不是開很多國家都開放了 不是可以出門的嗎? 出門的話,那你要知道我們的兌換率是多少 你如果不清楚的話,沒有一個準備的話 那你就不知道花多少錢 好像現在今天的新幣和馬幣的兌換率是多少 我們通過這個應用程序呢 那就很容易而且很簡單的就可以查看 好,繼續再來看 我先跳過去 可以啊,那我們就跳過來這邊,沒有辦法 好,這個應用程序的名字就叫做 英語的,英語是叫做 剛才有說了,就是這個 Exchange Rate and Currency Converter 中文就是匯率和貨幣轉換期 那它的那個,它的那個應用那個圖標呢就是這個 你打進去的話,當然是要輸入那個英文的 會更好的選擇出來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呢? 其實,如果你用手機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這個匯率的那些應用程序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最好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有不同的語言啊 其他的通常都是只有英語 那我們一些年長的朋友 如果你對英語不大熟悉的話 這個就很難這個掌握 所以同樣的,如果你是用蘋果手機啊 或者安卓手機 都能夠安裝這個東西 這個很好 那有人問,什麼是匯率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 今天的匯率什麼?新幣馬幣匯率是多少? 那知道是什麼原因嗎?或者是什麼? 我這裡就簡單簡單的跟大家講幾句 這個匯率呢 基本就是兩國之間的貨幣的一個退換 退換的比率 那比率的高低還要看國家的那個 那個它的後備 那儲備啊 儲備也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 它的國家經濟好的話 它的錢就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是國家經濟弱的話 它的錢幣就會很少 如果你看到非洲國家 他們的錢幣都很小 因為他們的那個比率 他們的經濟狀況不大好 那除此之外呢 有些國家它會有兩個不同的貨幣 就好像說 中國有一個中國的貨幣 人民幣 但是你去到香港也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香港也有它的錢幣呢? 就是 因為這之前也關係到很久一些歷史 然後就有 鄧小平不是說過嗎? 要有一國兩制 就這樣的港幣就轉過來 由到今天 那它的匯率之前也是相當強勁的 但是現在呢 港幣反而比人民幣來得要差一點 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呢 這個 應用程序它的安裝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你不需要 就是做一個帳戶 不用的 這個不用 這個就是你安裝了之後 你就立刻能夠用 非常好 非常簡單 第一步就是你下載之後 你就是安裝 然後呢 就可以去到那個設置那邊 你可以設置不同語言 當然這裡呢 我是選擇的中文 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時間 還有分組呢 主要就是把這個錢幣 那個匯率放得差一點 或者密一點 這個通常 我們都是把它分組 那就容易看 設置好之後呢 設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你要的那些貨幣 它會有一系列的錢幣在這裡 讓我們可以選 你可以看到日本 那約旦呢 亞馬爾加都有 都在裡面 當你選擇之後呢 你就會來到這個收藏匣 收藏匣就是你常常用的那些貨幣 我這裡給大家做了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新幣 馬幣 美元 中國的人民幣 台灣的 台灣 新台幣 澳大利亞的錢 還有這個 比特幣 有誰知道什麼叫比特幣嗎 比特幣就是 我們大家的熟悉的 Cryptocurrency 就是那個 虛擬的貨幣 虛擬的貨幣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 繼續的示範一下 大家就很容易明白 因為這個應用哲學非常簡單 不會有什麼問題 應該是很簡單 那你可以看到它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貨幣 我們所需要的 另外一個就是虛擬貨幣 或者叫做加密貨幣 不是所有的加密貨幣都會列在裡面 就把那個主要的列出來 因為貨幣 據我所知有幾千種 而且有的有價值 有的沒有價值 而且現在很多人都開始玩這個虛擬貨幣 或者叫做加密貨幣 它的風險很大 前幾天就是有一個 從百多塊掉成幾分錢 所以很多人就在隔夜 隔夜的錢全部都漸掉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 這個加密貨幣不熟悉的話 最好是不要去碰它 另外一個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就是金屬啊 石油啊 石油啊 不是石油啊 那個 那個 汽油 還有一些銅啊 鐵啊 都有這些在裡面 這些 商品 英文叫做 commodity 就是商品 它的另外一個功能呢 它也是可以顯示 這個國家的紙幣 這裡我是選 日本 那如果你選新加坡 當然你的所有的錢幣 都可以顯示出來 另外一個功能 你也可以看看新幣 跟其他國家的 那個兌換率的一個歷史 我這裡選擇是一個頁 如果你看一個頁的話 新幣是在往上升的 新幣是往上升的 對 好 接下來呢 因為這個東西它有一個廣告 它一個廣告全一直就留 就在下面 那如果覺得這個廣告呢 不喜歡它 我想把它去除的話 你也是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 去到這個 這個設置那邊 它有一個叫做remote 就是可以刪除廣告 但是你刪除廣告呢 你就是只能刪除一年 這個因為它是要賺我們的錢 它這個就是一年一塊四毛八 如果你付了一塊四毛八 就是一年裡面 它不會有這個廣告出來 因為你的一塊四毛八 代替了它的這個廣告費 通常這個是不停的更換 這個廣告 不是說固定這一家公司的廣告 它是一直跳動的 好 那 好了 那 接下來的就是我的一個示範 好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程序 那我們當中有沒有一些問題啊 先提問一下 在我還沒有開始示範之前提問一下 好嗎 有沒有啊 都沒有嗎 大家都很熟悉嗎 有沒有用過 這個問題是 大家有沒有用過 有沒有聽過這個應用程序 沒有 但是請問它的logo是怎麼樣的 logo就是剛才的那個 那個地球 可以收一些嗎 可以可以可以 等一下 我把這個 這個 錯了 錯了 對 我剛才沒有把那個字體改一下 你先不要看這個 這是這個 貨幣 因為有時候 我進去裡面看 也有 還有 currency converter 還有 嗯 還有 有兩個 有兩個 application 有很多個 你先把這個名字抄下來 就肯定會有的 我再把你的這個 share出來 它就是這個名字 好 exchange rate and currency converter 對 你就把它抄下來 然後你認定就是這個 這個 地圖 我把這個地圖 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了 我有跟大家分享桌面 可以嗎 拍下來了嗎 可以 拍下來了 他就是那個 貨幣兌換率 你所看到 今天所看到的這個貨幣 你 然後你去那些 那些印度攤位的那個 換錢的 你說 我早上看到的是 馬幣 1比3.2 為什麼你這邊才1比3 1比1.5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這個差別其實就是他們 要賺的一個差價 當然我所說的3.15 是比較誇張一點 通常都是 好像現在是3.2 一對3.2 那可能他就是3.19 或者是3.195 看看哪一個地方 如果是那個地方 他們有很多家在那邊 互相競爭的話 可能他們會相差 多一兩分這樣 或者少一兩分 你要看 你那個住的地方 他們的貨幣 貨幣上有多少家 太糟 好 那 有沒有一些問題啊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立刻 我用手機來跟大家 延遲一下 延遲一下 都ok了 看到我的手機了 好手機的話呢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點一下 這個畫面 我先用 先用那個中文 法文 你可以看它有很多不同的語言 從英語 西班牙語 法語 米安馬都有 米安馬 意大利 日語 韓國 它都不和 這個波蘭語 葡萄牙語 這個 我就不知道怎麼念 波爾奇語 好 現在變成 我已經轉換成中文 你所看到的 這個畫面呢 就是 我把芯幣 定在一起 一塊錢芯幣等於 G3 马币对3.19,人民币14.8,台湾是21.42,新台币,澳大利亚,澳洲,纽西兰呢? 纽西兰我没有选,是的,我没有选,我教你怎么选? 那当我们要选的时候,你看到上面一个加吗?添加,看到了吗? 添加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在上角,你有看到这个上角吗? 有LEC啊? 右边,右上侧有个加号,然后你给下去 你的照片看不到了,我们看不到 手机吗? 对,手机 有没有看到添加? 有,有,有 有看到了,有看到了 你点击添加的话,它就进了 对,它就出来了 然后我想开始就是流通货币 嗯 那我现在是要选这个纽西兰吧? 对 那你要找,纽西兰在哪里? 在上面 嗯 纽西兰是N N NZE 这个 然后我就加入 纽西兰是在下面 现在一星元等于1.12 纽西兰元 就很简单 哦 1.12 1.12 1.12 那如果是说我要直接的更改里面的那个货币的话 我点击新币 嗯 如果是 我有一些 中国的钱币 说 我有五千块 五千块人民币 到底新币是多少 然后我就修改金额 改过去 啊 你会看到 现在他一改就把全部的都改了 那新币呢 就是1,032元 1,032.68元 嗯 美元就是749 这样以此类推降往下 那你就可以看到 嗯 不同的 对不起 不同的钱币 不同的那个 不同国家 不同的那个 匯率 嗯 很简单 匯率 一四点多 对啊 如果你看马币的话 如果是 马币 我 一千块马币 然后回去 一千块马币 现在就是等于313.25 三千一百 一百 一千块马币 对 一千 三千多 三千 三千一百十 三千多 三千多 三千 一千 一千 一千马币不是等于三千 不对 一 一 一 对 一千 天 等于新加坡 这里啊 币1000块就等于新加坡313 310多 319块多 313块 因为我们的 钱币比较大 所以 就这样 那我们选择加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添加其他的 好像我现在要添加 电子货币啊 就是我们所讲的 比特币啊 我已经加了 我还有加这个 Ithereum 已经加了 加了之后呢 我可以再把这个新币 改成1000块 那我1000块 能够买多少 多少呢 就是只能够买 这样吧 很少啊 0.41 我记得以前 哇 这么少啊 对 因为它现在是2000多块 以前我关注的时候 大概才500多新币 一个比特币 就是一个 一个钱币 500多新币 现在是2000 那你看那个比特币 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比特币中间的 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它的跳动是最厉害的 我们英语叫做Bitcoin 本来 有很多人他在 大概是20 2010年的时候才几毛钱而已 2010年才几毛钱 现在呢 是4万 4万多块 4万6百 26 一度它最高是 跳到6万 6万5百 一个比特币等于6万5心币 所以你持有那个比特币的话呢 这种虚拟的货币 它跳得很快 你的心脏要很强 心脏不强的话 你会哭 不是玩的 不是我们玩的 不是我们玩的 好 还有其他的就是 刚才我有说的就是原油啊 我们的汽油啊 原油还有金属 你如果你要知道 金属是多少 金是多少 银是多少 也可以啦 好 然后其他的就是 做货币单位 或者已经做费的单 做费的货币也在里面 这些都是旧的货币 尤其是法国 法国啦 欧洲那边呢 以前我们去欧洲 特别麻烦 就是你要换很多不同国家的 的钱币 到法国你要换法郎 你要到意大利 要里拉 你做 里拉 对啊 马克 你到德国要用马克 那我以前常常就是 必须要到欧洲那边 因为公司派我去嘛 所以我觉得很辛苦就是 呃 我有里拉 但是带了在德国那边 我就不能路用 所以呢 以前是去欧洲 最好是要持有美元 啊 这个是最好的 呃 今天呢 不是说所有的钱币 不是所有的钱币 我们可以看到的都可以换 你去那个钱币兑换商 它是没有其他国家的 好像你要到南非去旅游啊 你说我要去看老虎 我要看狮子啊 野生的啊 不是不是动物园的 就是野生的 他没有他们的钱币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新币兑换成美元 嗯 然后就去那边再去那边的 呃 呃 全币兑换商跟他换 或者在机场那边也可以换 啊 嗯 就是这样很简单 呃 另外一个好处现在就是用那些电子 电子的钱币 啊 之前我有提过就是 如果你去日本啊 韩国啊 这些国家 呃 你换了很多钱的话 你 你那些 散钱怎么办 就是通常都是丢掉的 不是说丢掉了 就是说 你回到新加坡那些钱是没有用的 不肯够用 好 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接下来就是 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 呃 图表不同的代表 像说马币 马币跟新币 呃 你会看到 呃 一个月前 五个月前 六个月前 马币的走势 你看 呃 马币走势 就是新币就是一直往上升 呃 3.09 就是去年12月 来到今年5月 已经上到了 呃 就是纸币 货币 呃 然后 台湾 台湾 这个就是台湾的钱币 啊 200块 500块 啊 1000块 呃 虽然说1000块 但是 呃 比我们来说1000块 1000块 等于多少 我换成一下 他们我们的1块 就是他们的21块 这样 大概就是这个价 啊 好了 那 如果说你要除去广告的话呢 啊 除去广告 你要跟他买啦 所以我建议是不买 建议你不买 好 没有必要买 花这个1块多 好吧 呃 我这个就分享到这里 那还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哈 嗯 啊 好了 那明显 这个会看 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换成中文 大家很容易看 呃 我其他的就是因为有英文的 所以就比较困难一点 嗯 我现在把它转成英文 我用英语来跟大家分享 哈哈 因为多被转一来嘛 嗯 哦 那叫brother来转 哇 他在我们的家 我们的 我们会继续讲一个 各个人们听讲嘛 哦 就是brother转一个东西 好 分享 回来回来 ok now i shall share in english alright so let me bring it down right so yeah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the exchange rate and currency converter so you look for this you can key into your app store or the play store you key in exchange rate and currency converter look for this logo why this logo because there are many currency converter up there and if you are looking for you and instig yeah push yeah yeah itaya 谢谢 谢谢 好 好 Let's continue Okay So for exchange rate What you see is this screen Yeah So Why there's exchange rate Basically Exchange the currency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And actually currency was Found by China Okay Chinese is the first one First country that Use Paper notes Before that we are using the Gold and silver Right Gold and silver to exchange currency So In some country If you go to Hong Kong Hong Kong and China They have different currency Although Hong Kong belongs to China But Because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So financially And financially they are independent So this is called a sub-Nation Sub-Nation currency It's a very special one So The action rates Whether it's high or low It depends on How good How strong the government is How much reserve they have The stronger the more reserve the stronger the country The currency will be higher So what can this app offer us Yeah How do we How do we Install this app So basically Just a few steps Actually I would say Just around four steps Just four simple steps The first step is to install Then after that you go to the setting And you can select whatever languages that you want So over here I select British British and America is about the same So next is to select the currency that you want So there are many currency inside So you just select And after that Once you complete this currency selection Then it will show like this page number four Step number four Step number four Your favorite So This is considered completed Right So Very simple Next step Is What are the What is this app can serve us What you can see here is First we can see the The different currency It will help us to know what is the exchange rate And also There is selection for us to add cryptocurrency Like I say Like I said before This cryptocurrency is mainly for the major one So Cryptocurrency there a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Yeah I can't even count it And Some cryptocurrency I would say If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it Better don't touch it Because it fluctuate very heavily Some cryptocurrency you can buy But you can't sell There is no customer No buyer So Once you buy it You got stuck So If you are not familiar Again Don't touch Next one you can see Is the commodity Right They allow us to select Different commodity Like here We have Silver Gold Crupal Zinc And many many And also So this app able to show us what is banknote So Before you go to that country You may want to take a look of What is the banknote How does it look like And So that you know what is the maximum The highest HIGHEST currency HIGHEST amount So that you will not be cheated Like my My very first time I go to Indonesia And Yeah That was in I can't remember 19 99 something I am wrong ago Wow The currency I I used $100 to exchange at the airport And they give me one stack Wow I don't know how to count the money Suddenly I become so rich Become millionaire If you change $1,000 It becomes millionaire Yeah So Because I have not seen the currency before But with this app It helps us that we can see the currency Yeah The other one would be The chart If you want to see What is the past Exchange rate And present exchange rate You can use this app to see There are people who Trade currency as a living That means they will buy Buy low And sell high So this apply to those currency that can fluctuate very fast Like currency pair People normally buy US Japanese Okay Or US Australia These are very high fluctuation Or US Euro Pound Yeah These are the fluctuate currency People who use it to trade You heard about Effect trading Yeah Those are the people who do trading as a living Okay And you need special knowledge It's not that everyone can handle It's not easy Your heart got to be very big and strong Yeah And you don't Must not have any emotion attached to the currency exchange rate Yeah Shop to death Okay So the other one is Of course there is advertisement In any Apps There is always Hunt advertisement Private app is always like that Unless you are Using Government app Like TraceTogether Rememb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dvertisement Or Our Our This HellHub Our I You want to SyncPas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pp So if you don't like the app You can just Go to the setting Remove app Okay You select remove app And then You got to pay Right So this is 1.48 Okay $1.48 But it's only for one year Validity one year So To me I don't bother You don't use it Everyday Right So just Forget about Just try not to click on data No harm If you click But It will bring you They will bring you To install something Yeah So not so nice Okay Okay Uh Now I shall go to my handphone Uh To share it So far so good Any question for me No question right Okay Uh I will use my handphone I share from my handphone And then you can see how it works Hello Yes Apple do not have this application there Oh you can't find in apple Yeah cannot Okay Okay I don't have an apple phone with me today I can't check Yeah Mayb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that's similar Oh they were They have Either currency converter or Separate into two Not like And then your logo is a Circle with the Map Yellow one Correct Yeah So there are many There are many apps available Yeah Correct So the reason why I choose this is because they got Chinese Yeah So it will help a lot of senior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English And then it will help very helpful for them Yeah Because if I share only English they will say I can't help me at all So I got to find something That's helpful For them Okay So once I launch the app You will straight away go into my favorites Of course when you When you start up you don't have all these You have to select You can add them Alright In order to add any currency you go to the plus sign And over here You can have the currency over here for you to add Right For example Which country should I have Sorry Currency Which country should I have Let me see So if I want to go India Where i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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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 KL I Okay Because It has D 1,000 over Sing Dollars 1,000,000 won 所以当时我们看一个韩国电视频 10,000,000 我没有想到 10,000,000 won 但是用这个APP 我可以知道 OK 所以相似 从1,000 Sing Dollars 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 行率 OK OK 所以 Right So Beside that We can see What you have here Is all the different Cryptocurrency Yeah Like i said before If you're not familiar Don't touch it These are the major one A popular one OK Cryptocurrency And then You can have Commodity Commodity Normally We We are We are worried about Gold and oil yeah crude oil how much is crude oil the rest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it okay so you can play with it then they have different obsolete one right these are the obsolete currency yeah so beside that we have the convert of course is the converter directly convert one dollar equal to 3.19 over here you also can see the chart okay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t currency note from the country that Malaysia over here is Malaysia so highest note is oh I think Malaysia have a thousand I don't know if you can hundred sing dollar definitely have a thousand okay then what else the chart okay chart already mentioned all right yeah so lastly is remote app remove the app if you touch on it it will show you this okay yes yeah okay so so far any question regarding this this app okay no question right 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准备去出国了吗 有没有准备要出国啊如果你要准备要出国的话你可以先下载这个 先看一看一下啊看看一下这个是怎么用 可以了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了可以看到大家了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okay okay how many how many type of uh converter are there on play store wow there's there is many there's so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a good one um there are a few popular one normally they pop up in the top so uh there's one ex uh i used to use it um while was struggling i used to use that but uh today i found this one because there's chinese so it's very useful uh all the exchange rate the converter is about the same okay uh 差但不同的那些这些应用程式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个价钱不可能会 会不一样的 is there a calculator inside to to let us calculate because just now you show us what's the the exchange rate la so sometimes we have like odd numbers is that calculat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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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show us how to calculate yeah uh let me see uh let me make things easy take us dollar yeah i'll show you uh let me share my phone again share my screen okay and then go to currency converter so for example you are going to usa right so you touch on it uh you can you can go to converter directly right so here is malaysia you can choose to us so it's one thing dollar to uh become only 73 cents okay so if i say i can if i change this to 1000 us right then it is about 1376 uh so when you tap when you tap on the us flag the box will appear yes you touch on it this will come up okay so if they say i don't i don't have 1000 i only have uh 850 us that is how much then you go back uh 850 is about 1170 which one comes first not the calculator comfort or design comfort it's the same it's the same it's in the app it's this app it's this app so if i have uh 800 sing dollar how much is that you just touch on sing okay you just touch on this then you come up here yeah i say 800 and okay 120 then i go back so it's about five about six hundred us dollar yeah five dollar different okay uh 这里我所提到的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那个 钱币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换算 那是很方便的不必我们不必记 啊这个这个话对于对换率是多少 尤其是你要出国的时候对换率是跳动的话 你要知道你有多少钱在手上 哎 ok no issue right no question 可以了哈 大家都很聪明都明白了 好了 那好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可以吗下个星期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我们也有其他的同事 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不同的 应用程序 ok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那个宝贵时间 下个星期再见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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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拜拜 拜拜